大家好 今天是青的星云草工作室第六堂课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作品是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个糖果盒 那我为它取名为招财敬宝糖果盒 那为什么是招财敬宝呢 因为它就像古壁一样 它是外圆内方 透过这一个外形就像古壁一样 所以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那它制作也很简单 更重要的是它收纳更方便 只要把扣子打开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平铺 洗一洗晒干之后卷起来 或者是用个袋子装起来 明年还可以继续使用 那因为它外圆内方的关系 所以它总共会有五个 一二三四五个 那你可以依照个人喜好 家中如果有客人来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所以看起来很方便 又好用 那今天的作品呢 所需要的材料呢 其实不会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表布圆形的表布两块 礼布两块 那因为过年嘛 我们需要有一点节庆的气氛 所以我选择的是红色的大红花 那这一个圆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尺寸 那也可以依照个人喜好自己去测量 那我今天这个尺寸是24公分 不含缝分24公分 那各位可以外加一公分 左一右一碎等于是26公分圆 很容易就可以 大家如果没有圆规 没办法画这么大 没关系 拿一个大盘子覆盖上去 直接画一个圆就可以了 那它总共是26公分 大家可以调整 不是很确定 但是记得要留缝分 留缝分至少要留大概一公分的缝分 好 那这种布料要有两块 那一个是一个是表两个 我需要两个圆 到时候做出来需要两个圆 所以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布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要用笔要做记号 还有刚才我拿的词 那个都是需要做记号的 那这个是我的小帮手 它是需要翻布的 小线剪 布剪 然后锥子 锥子是我们等一下用四盒扣用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四盒扣工具 我把它放出来了 因为等一下会用到 再来是针线剪 针线 好 那我们所需要材料就是这一些 那实际上它没有很困难 那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一定是表布 表布跟里布要一样大 那大家可以看好 把表布跟里布正面相对 正面相对 然后呢 沿外围车缝一圈 要沿外围车缝一圈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沿外围车缝一圈 那你就是没有裁缝车的人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使用针线来缝 那我今天当然是要脱工 以针线来缝的时候 就是缝这个主体一圈 记得留返口 这返口很重要 因为你需要返口来把它翻回正面 那我已经把它车缝好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借由那个裁缝车 我车缝了一圈 那它的返口呢 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返口在这个位置 返口在这里 那我们透过返口呢 帮它翻面 那翻面不难 大家都很常看到轻在翻面 好 一样哦 小工具帮忙哦 小工具帮忙 好 翻面 透过小工具的帮忙帮我们翻面 返口不要留太大 因为如果你有加铺棉的话 返口就需要大一点 如果相亲没有加铺棉 但是我使用的只是属于后棉布的话 我就不再加铺棉 那不加铺棉就是翻面 好 我翻过来的时候啊 把它拉 记得哦 我们翻过的是一个圆 因为本来这个设计就是圆形 所以我翻过来是个圆 那你可以像我一样哦 用那个小帮手来帮忙把它 那你如果没有相亲 有这种棒针 对不对 可以使用筷子 筷子也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你看我翻完面了 那怎么办呢 翻完面返口 如果你是用裁缝车 你可以 你如果不想要 等等要压边压缝一圈 那你如果觉得说 你不想要压缝 喜欢它这样子鼓鼓的 OK 你就不需要再压缝 但是你要用长针缝 把这个返口呢 把它长掉 长针缝缝掉 那如果你觉得说 我要压一圈 压一圈的话 那这个返口呢 直接就用压线的方式把它压掉就好了 那这边有一个作品 世青已经把它压完编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已经压完了 我压了一圈 正反面就是这样子 那压了这一圈之后呢 我们就要做记号了 因为这是一块组合布 要做记号 记号怎么做 第一件事情呢 对折 找出这个圆的中心点 对折找出圆的中心点 好 那圆的中心点在这里 我们可以做个小记号 在里布做记号 因为如果你在表布做记号的话 很容易会看到那个线条 万一我们技术又没很好 就麻烦大了 那你做好这个记号之后呢 青就会使用一个板子 你也可以不用使用板子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 那青偷工的方法是做一个板子 原心 我的原心 对准了布的原心 好 对准 那四个角做记号 四个角要做出记号来 记号做出来 它才会完整 好 四个角做出记号来 看到了 四个角都有记号 原心的记号在这里 那做完记号之后呢 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的线条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线条 好 这个延伸出去 做这个位置就好 做外围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两边都 四个角都要 要做出记号来 四个角都做出记号 那做出记号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划线的方式 可以划线做记号 那我一直觉得划线 不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方式 因为等一下 如果刚好遇到水削笔 它没办法削 那你就很麻烦 所以青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在这一次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用线来做记号 针线 那针线怎么做记号呢 你看我这边是出针 我穿过去了 穿过去之后呢 我从这里入 我要做记号的那个点入 好这个是我们等 我们要做记号那个点 入针 好入针了 那你会觉得说 我看不到东西 对没有东西 重点在这里 这边已经做了一条线的记号 那再来呢 做了这个线的记号呢 你还在圆点再出去 这个圆点再出去 这个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做我们已经把这个 第一个点的固定住了 不能拉太紧了 做好这个线条的第一个点 那我们下一个 如果我选择的是这个位置的点的话呢 我就从这里再入针 好你看入针 看不到东西对 背面看不到东西 因为正面这边有一条线了 这条是我们要的我们的记号线 你透过这个记号线 你就很容易不会把你的 你只要你能够不让那条线跑掉 你就可以做好你的记号 这种做记号法呢 干净利落 比较不会画到布的时候 等一下会有问题 那因为它没办法延伸出去 我就把它剪线了 剪线是为了要 我要缝下面下半段的位置 那你只要把每一个角都做好 很明显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画了两条线 那第三条线呢 你可以从这里入针 好你从这里入针 再来从这里出针 出针点在这里 出针 好出针点在这里 再回到再回到角角 让它出去 好 这样不对 这个地方是错误的 好没关系我们走回来 这个地方呢 你从这里回来 好OK 那你还是做了一个 这个记号线也做完了 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这边有有线条的记号线 你透过这个记号线呢 你就很容易可以让你的 在缝合的过程中 你不需要再去画线 虽然说这样很麻烦 可是你透过不画线的方式 你做出来作品会比较完整 好 你看我现在一直都是在帮我做记号 帮我自己这个作品做记号线 那我等一下在制作的过程中 就会很方便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我现在这边已经做好这样子 那我一样还是要剪线 剪线才能够做后续的记号线 好最后我们现在剩下一个 一个直线而已 就全部都完成了 好你看我这边出针 好入针 完成我的记号线了 记号线没有很难 但是你透过这个线呢 你不用画线 可以看得到四个角 四个角 一二三四四个角 以及有个正方形 那等一下呢 你要手缝也好 你要车缝也好都可以 因为这个就是你等下要做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有说过 我需要两个一样的圆的作品 所以呢我一个做记号 一个不做记号 那这个是底部 这个是表部 表部你不做记号线条是在的 没有关系 表部这个等一下线 我们都可以抽掉 好 那现在呢 选好你的正面 好 两个是里部相叠 我刚才选的正面是这样子 OK 那我现在就是这样子重叠 重叠好之后呢 以不管是裁缝车 还是手缝的方式 沿着这些线 把它组合缝合 组合缝合起来呢 就会呈现像这样子的 你看清刚才做了一个小偷工 我已经缝合好这个 看得出来 它的差异已经出来了 你总共会看到四个格子 看到四个格子 有吗 刚才我们做的记号线就是这样子 来可以让各位看一下 这是没有缝合前 虽然说两片是分开的 但是很明显就是一个两个线条 这边两条线条 然后中间一个正方形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你缝合好之后呢 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四个线条 四条线条 好中间一个正方形 好完成了这样子的主体之后呢 我们只剩下打洞 打就只剩下四盒扣 那四盒扣的工具就是这么简单 好四盒扣的工具 我们钉在哪里 钉在这个位置 只要取固定的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位置 我要的是这样子的宽度 这样子的宽度 那我帮他做个记号 好我要穿这个位置 好那等一下四个位置 四个步骤 全部都要在这样子的区块 那适合扣的颜色呢 随各位配 但是有个小技巧 要跟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好我适合扣 我这样子扣进去之后啊 我的这个是母扣 我固定母扣都扣在右边 那固定那个工扣都扣在左边 所以你只要依照你的方式 去弄的时候啊 按照我刚才所讲的 你看哦 好我现在已经把这个 我刚才钉了一组的那个 的那个母扣 那我现在钉公扣 那我透过公扣母扣的组合法 好我组合一组好了对不对 各位可以看到哦 我现在就这样子 是不是一组就好了 一边好了完成 那我现在可以接下来继续第二边 那你会觉得第二边怎么办 第二边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用磁量 我这边要多少的距离 我只要固定是这样的距离 我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这边固定的距离是 4公分 好那我所有的距离都在4公分 延伸出来的4公分就可以 我的4公分 好它的位置在这里 做个记号 下来1公分 好只要固定 只要统一就好了 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会变的 但是呢 四合扣的位置有一个点 真的是要很小心 就是说你看我现在这边已经扣了一个进去 我刚才左边是母扣 左边是母扣 对没错 所以我需要一个母扣 把它扣上去 好 这是可以看得到 我已经用了一个母扣了 这是母扣 那记得左边就是固定是公扣 所有的都要固定 不能够说公扣母扣在混乱 因为等一下还有个好玩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 只要你固定了依照我们这种教学方式 就要去钉扣子 不要混乱 你可以有另外一个用法 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好 你看我现在已经扣完两组了 一组 两组 对不对 我的扣子很完美 两组扣子都很完美 好 那我们第三组一样是4公分 第三组一样是4公分 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用尺量 也可以用10 你希望多大就是多大 那就没有关系 只要不要尺寸差太多 其实是OK的 好那一样左边是母扣 右边是公扣 哪一个在哪一边没有很固定 只要你觉得OK就可以了 那你看就是这样盯上 好下一个 我们总共会用到4组4合扣 大家可以用 那颜色部分呢 其实也没有很大的规范 纯粹是以个人喜好 那我因为我觉得它配白色 其实还蛮亮的 所以我就选择白色来作为我这次的 的那个适合扣的搭配 那我现在做好记号 好 我现在第四组要盯上去了 第四组上去 一样啊 左边是母扣 右边是公 右边是母扣 左边是公扣 只要你按照这个顺序就不会错 而且记得不要钉了两个公扣或两个母扣 因为你会头很痛 好 上来 现在呢 我最后一个扣子压好 我们今天这个作品 其实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接近尾声的时候 你看我压好了 那我今天的作品是这样子 好 我慢慢把它扣上来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对不对 那你可以放糖果饼干 零食都可以随各位所喜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这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为什么我刚才一定要跟各位讲说 公扣母扣你只要确定好 其实它还有一个好玩的小地方 就是说你把同一个叶半 同一个叶半的两个扣子 重叠扣起来 它是另外一个变化法 也就是说你不想要放太多的糖果饼干 或者是说你想放瓜子 比如坚果类的啦 瓜子类的都可以 你可以这样放 这样放我觉得其实还好 对那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把所有的方向调同一个方向 把里面这个尖端调同一个方向调好 透过这个调整 我们的这个盒子就不一样咯 你可以放坚果 其实因为过年嘛 你总会有坚果在桌子上跟人家分享 那你透过这种调整方式 你可以放不同的 比如说你可以放瓜子、葵花子、开心果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随你自己去摆放的 那中间放什么?放垃圾、放壳 像那个开心果 它的壳你只要里面放个小塑胶袋 往里面丢 那到时候直接拿起来收纳 它就是很方便 那它整体上做起来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变化法 你在使用过程中 你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变化 让你的东西不会说很单调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好 你今天用完了 很好 清洗一下 晒个太阳 晒干了 它就OK了 那你要收纳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这样收 你直接拿来当桌垫、锅垫都OK 甚至你可以把它卷起来 找个桶子 就这样收纳着 是不是你到下一次要用的时候 一抽就可以使用 然后扣子一扣就可以完成了 这都很简单 那透过这种做法 今年过年你的手作就会让人家觉得 手作是真的是可以运用在生活上 然后简单又方便 好 今天的作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希望各位能够在手作过程中 获得成就感 也获得快乐 好 公主各位新年快乐 快乐咯 拜拜